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剧中,太后可以说是一直在摩摩掌控大局,制衡好功了。 在她的制衡之下,没有一个妃嫔能够一家独大,只有她自己是真正的女王。 就拿太后对各个妃嫔的态度来说吧,一开始高贵妃还在的时候,太后还是挺喜欢复杀皇后的,可是后来,太后发现复杀皇后无能,再加上贤,被护驾有功。 她就立马转变,开始支持蛇狮们饰演的贤妃了,复杀皇后死后,太后还在皇上面前为贤妃美颜,成功帮助贤妃登上了皇后宝座,成为季后。 但转头,太后就为了保护自己的渠子,将季后的父亲杀害,还给季后找了一个强劲的对手,魏英洛,一出手就封他为贵人,最终导致皇上厌恶季后,将其背后并且打入了冷宫。 季后的这一切悲剧,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太后啊,太后也真的是相当无情,想当初魏英洛陪了她三年,但当她遇到张佳妮饰演的顺平时,以为顺平是自己女儿准事,立刻就喜欢上顺平,不大见魏英洛了。 真的是一点情分都不讲啊,将几个被平玩弄于鼓掌之间,对太后来说是小菜一碟,更厉害的是太后的腹黑手段,因为父亲被太后杀害,所以舍师满师爷的季后对太后怀恨在心。 抓住太后不是皇上生母这个包柄,打算包覆太后,万万没想到,太后的手段更为高明,她先是装柄,让季后放松紧气,露出了真面目,又在准季后一定会杀人灭口,嫁过于她。 所以又借记后之手,除掉了所有的知情人,这样,皇上自然查不出什么,反而感到愧疚不已,而太后也是收放自如,立马一躬,当魏英洛问她何时康复时,才知道太后是装病。 而当魏英洛问到,王上的圣母前世为何而死时,太后微笑着说出三个字,你说呢,真是离人毛骨悚然啊。 这时候小八才明白,表面笑嘻嘻,内心老谋深算的太后,就是得宋春丽这样的老戏骨才能演得好啊。 宋春丽今年已经67岁了,可以说饰演了一辈子戏,塑造了很多很多经典角色,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,她在电视剧《风雨丽人》中饰演女主角叶秀卿,表演细腻,动人,也因此拿下了当年的飞天奖最佳女主角奖。 她不光演主角,哪怕只是个配角,她也能演到获奖,她曾凭借,在电视剧《变异警察》中的表现,荣获了飞天奖最佳女配角。 而且,老戏骨不仅电视剧演得好,在大荧幕上的表现也是相当出色。 她在电影《酒香》中饰演了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酒香,将这个伟大的母亲诠释得淋漓尽致,也因此获得了金鸡奖最佳女主角。 非常厉害了,这下大家该明白,为什么要找宋春丽老师来演太后了吧? 老戏骨的演技才能hold住这样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人物啊。 期待宋春丽老师接下来的精彩表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